南華早報1月3日報導 由中共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吳洪波大隊 中共代表團明顯採取求和行動 德國智庫麥卡托中國研究所MIRICS 討論受制裁一事 去年美國、歐盟、英國和加拿大 因為中共迫害新疆人權 對中共官員和機構進行制裁 中共進行所謂反制裁 制裁對象就包括麥卡托中國研究所MIRICS 該媒體引用多位消息人士的話證實 11月該代表團訪問歐洲時 一名前中共大使會見了MIRICS的代表 兩名了解會面情況的人士表示 北京希望撤銷對智庫的制裁 中方認為他們可以對制裁做些什麼 因為制裁在3月份到期 一位消息人士說 但他們來得太遲 所謂來得太遲 是指歐盟成員國大使 在11月的最後一週同意 是現場對4名中共官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陳明國 中共黨委常委黃明山和黃君正 前新疆政法委書記朱凱倫 同一個中共實體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的制裁 12月6日 歐盟理事會通過決定 制裁現場至2022年12月8日 歐洲議會 德國籍的對中關係代表團團長 包瑞漢當時表示 現場制裁的幾天前 中共領導曾還幻想 歐盟會在2022年3月結束制裁 向北京屈服 但歐盟的決定 已經證明習近平團隊 對歐中關係的誤判